你在澳洲旅游過程中 有成績單 有 賺226萬 大概10天 10天 是去上班還是去工作 去玩 上班還是去玩 去玩 可是大概一天會花的 大概15到半個小時 越想越生氣 花15到半個小時這樣賺錢 這個是大概 就是大概7個交易日 所以我大概是這樣 就是早上起來 然後9點15分就開始 開始準備 大概今天要找哪些股票 9.15分開始找股票 對 然後台灣時間的大概9點半 大概就決定要拿幾支 開始下出去 然後我就開始玩 就不看盤了 對 不看盤 然後到收完盤的隔天早上起來 台股還沒開盤 我大概就把單子先架好 你等隔日沖 對 隔日沖或者是 其實未來幾天也無所謂 反正就是把單子留在那邊 基本上等它去觸發 那多少本金 這是1400萬左右 1400萬 OK 這麼有信心 買了就可以去玩了 對 隔天又下單等著獲利 主要是因為有一些方法 我等一下可以來跟我講 其實這個戶頭 這個30萬其實戶頭 現在也已經大概4700多萬 大概五年多 對 這可以賺得太快了吧 然後其實剛講的就是這個重點 就是我每天會看一個動作 就是去找所謂的熱點 這個熱點就是我們講說資金淨流入到哪些標的 資金淨流出哪些標的 淨流出的這些標的代表說 最近可能會比較弱勢 那一陣子可能 所以這些都很綠 對 比較綠的這些 那我基本上這些就碰 如果要做多的話 就找紅色的區塊 那這個是以最近的 不是那個時間點 所以比如說最近是哪一些 比如說地產代銷對不對 營建股 營造工程 這些基本上都是強勢的熱門 那最近的是什麼鋼鐵股對不對 然後甚至金控 可能最近也開始熱 所以比如說可能大潭不好 可是還是有某些熱點出在 那我去那個時間點 剛好有幾個族群特別熱 就那時候被動元件很熱 剛剛那個陣型有講 IC窄板 我那時候非常熱 就是ABF窄板這一塊 然後景碩基本上也非常熱 所以說找到幾個熱的族群 確實那一陣子就是 大概承受率非常高 大概超過九成以上 OK 我們來舉例一下 像最近營建我最夯嘛 對 那怎麼看呢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 就是說在熱點裡面 我們看到營建的板塊是強勢的 是熱點 也代表至今都往這邊流入 其實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大盤 那大盤你可以看 大盤雖然沒錯 一路走強以後 這邊是做一個大幅的下滑回落 對不對 這一天大概 已經回落大概也有將近 五 六個百分點 可是你看 它反倒是營建的熱點是 熱的點是在所謂的近期的一周 所以代表它跟它是一個反向 第一個 剛好大盤在強的這一段 可能都是電子的權值股 可是營建剛好在休息 有沒有 營建這一段在休息 所以由這樣的一個案例來講 就是說如果現在來講 我可能就會先放掉一點電子 在這時候找所謂的 營建相關的一個族群 你看下一張比如說我們可以看 就是說在營建的族群裡面 比如說新無發對不對 它是全國性的都有這個建案的 所以你可以看說 其實它在這一段來講 已經領先大盤 也領先這一段來講 它已經大概噴了百分之四五十 對 差不多四五十以上 那京城來講剛好遇到台季建在高雄 所以高雄的一些熱門的 這個營建股來講 以京城做一個代表 所以它還在最近做了一個發動 那這裡來講就是說 除了這個連代銷都在動 那代銷就是愛三年 你看愛三年代銷的股票 也噴了大概已經兩倍以上 對 所以就以這樣的運作來講 那可能我最近也不會去追這種特別高的 反倒是會找說有沒有這種低價的 比如說在這個營建營造工程裡面 像中工 它現在來講 等於是它上次的高頂 接近二十塊 對不對 它又回到這個所謂的 十五塊多的這個維持點 那以這樣的情況下來講 我認為說它只要帶一點量 開始攻擊了 那基本上我認為說 它就有一個機會 因為大家來講就在揣測說 它的明年可能這個AI園區對不對 也就是郭榮那個園區 基本上這裡可能有七到十塊的路障 比如說以這樣的一個 路障的可能性有的話 當然對它來講它的一個股價 是比較偏低的 對 所以像這種你會做多久 基本上我大概是會等到 量有開始攻擊的切入 有攻擊切入以後 如果它的噴的速度比較快 搞不好一週我就把它結束掉 OK 最長就差不多一週的時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大家都說 這個是最近金融保險庫 也保護大盤 我們先來看銀劍部分 銀劍 鋼鐵指數 大家本來說是保守牌 很多人覺得鋼鐵已經被困了很久 你說最近可能又有概念出來了 對 我覺得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說 剛好美股也是NASDAQ 基本上跌得滿兇的 可是稻窮基本上是往上 逐漸一直在創高在噴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也有機會說 這些傳產的股票也會 會所謂的一個補償的帶動 是有機會的 鋼鐵我覺得是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前一陣子 非常弱沒有錯 可是這一陣子來講 它打出了一個底型出來 這是鋼鐵的一個指數 所以一樣 對於大盤來講 剛好大盤在下來 鋼鐵也是上去 對 所以可以注意鋼鐵這一塊 鋼鐵來講 我覺得說像大成鋼 對不對 龍鋼 金鋼 這些都是還不錯 業績都很好的一些標的 所以我覺得說 可以從這裡面去選 我自己來講 我會比較看好 比如說像金鋼這一支 為什麼 因為它除了鋼鐵的 這個概念裡面 它還含了軍工 對 因為這個川普事件以後 它會不會聯想到 這個軍工的部分 確實 因為它的案子以外 在軍工裡面 它除了接以色列的案子 對不對 這個長約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潛艦國造的這一部分 基本上也開始會有一個 高的一個陸葬期 所以我覺得說 以這樣的情況下來講 大家認為說 第一到六月它的YOY 已經大概明顯的一個成長 下半年當然又比上半年可能會好 所以以這個低基期的情況下來講 對 基期非常低 打了一個WD 我覺得說量也剛開始發動 我覺得說這個 基本上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OK 好 另外來看看 我覺得最近很強的金融股 你覺得這一波金融股 就是我們資金安全港嗎 對 我覺得滿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一樣就是說 它隨著大盤 基本上它也溫溫的上漲 對不對 大盤在跌 它基本上也是不跌 所以以這個情況下來 我認為說 整個金融的一個底線來講 大家可能在預期說 這個美債可能有機會上來 以前這些債 被所謂的那些呆帳來講 基本上可能會開始 有機會收回來 對不對 因為降息之後 可能就會有一個大的一個機會點 所以我認為說 可以找這樣的一個金融股來介入 其實金融股來講 大家都會比較偏向用PPE來看 就是股價净值比 可是現在像國代金 富邦金基本上PPE都已經高過1 大概1.2到1.4 富邦可能大概1.4 我覺得可以找這種低基期的 比如像星光金 它的PPE來講 大概只有大概0.5 今天算是0.67左右 不到1 因為它的靜值大概是16塊5 現在的股價才11塊2 11塊3 所以以這個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PPE一直低 然後六月好像路障很高 大概1塊多 所以以它來講就是說 它可能還有合併的一個預期性 所以我覺得說PPE值夠低 然後有合併的預期性 再加上說六月路障這麼高 大家預期說今年EP值很不錯 我覺得有機會 OK 所以你除了這個線圖之外 你還會從這個時事 對時事來看 有故事來發生的時候 剛好介入 因為你是短線操作 謝謝雲翔